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多肉植物 多肉植物虽然说好看又可爱 但是养护起来了却并不一定那么容易 所以我们养护多肉的时候一定要费点心 那么今天就教大家一招可以让这个多肉养得特别的好 颜色的特别的鲜艳夺目 而且长得肥嘟嘟的特别可爱 那么我们就是用上这个玉米粉来养多肉 玉米粉里面含有特别丰富的蛋白质 还有了带铁心还有一部分的维生素 它对多肉的生长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那么这个玉米粉我们具体应该怎么使用呢 具体有两个使用方法 首先我们将这个玉米粉放在一个塑料瓶里面 然后加上七八分满的清水放在太阳底下 给它密封凹制大概两个月的时间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每一个月给多肉使用一次肥水 就可以让多肉长势更加的好 但是使用之前一定要至少稀释三十倍到五十倍才能够给多肉使用 要不然浓度太高很容易导致多肉烧根的 那么第二种方法也是非常简单 我们直接像这个玉米粉和养多肉的盆土给它混在一起 然后把它密封凹制了也是大概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了 然后用这种土了摻在多肉的盆土里面 在那盆土旁边的给它挖一点小洞 然后呢埋进去等到第二天的时候啊 我们呢再给它浇一次透水就可以让这个玉米粉的这个成分呢全部被多肉吸收 那么多肉呢长势了就会更好了 养护多肉虽然说非常难 但是呢只要用上玉米粉呢 养护起来就轻松多了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